一首《罗刹海士》炸出了多少牛鬼蛇神 他与主流乐坛的恩怨竟然延续了至今还没完 这次连著名评论家李双江都坐不住了 直接发为薄炮轰刀狼 称《罗刹海士》是垃圾文字 是文化瘟疫 正在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 他的犀利言论 直接拉开了一场艺术审美的拉锯战 连带着各大音乐平台直接下架刀狼的歌曲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主流乐坛如此极恨刀狼 那马虎不知他是一头驴 那幼鸟不知他是一只鸡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公好威名 上面几句便是出自刀狼新歌 《罗刹海士》里的歌词 驴基等影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刀狼此前的一些经历上 2010年 作为音乐风云榜十年庆典的评委 那应面对媒体的询问 公开抨击刀狼的歌曲没有审美 拒绝刀狼入围庆典 然而谈及刀狼唱片的销量 那应罕见地承认良不如人 但最后还是不死心地加了一句 但咱也不能只比销量 当年刀狼有多火 看个对比就明白了 都知道周杰伦火 他的唱片畅销全球 2004年 他推出的《七里香》已经发售 在全球范围内拿下了260万的销量 而2004年 草根歌手刀狼的 2002年的第一场雪 在没有怎么宣传的情况下 光是国内销量就高达270万 这还是没有包括盗版销量的情况下 全国各地街头巷尾 没有一处不再放着刀狼的歌 就像是水滴净油锅 华语乐坛瞬间炸了 在那应公开抨击刀狼后 汪峰锦随其上 直接表明 像刀狼这种销量好 很多人喜欢的歌是不精致的歌 因为喜欢听刀狼歌的都是一些农民 一些没什么文化 没什么审美的人 话里话外都瞧不上刀狼的音乐品味 认为他们这些主流音乐人的歌更高级 杨坤的言论则更具攻击性 他直接扬言 刀狼的歌是音乐吗 那算音乐吗 而高小松的点评 更是赤裸裸的揭示了华语乐坛内部构造的阴暗 他在指责刀狼的歌可以扔进垃圾桶后 又直接开门见山地提出 唱片业的从业人员属于士大夫阶层 一句士大夫阶层 把音乐的门槛划分鲜明 难道下里巴人就不能阳春白雪了 只可惜当年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并不是很广泛 很多喜爱刀狼的歌迷无法通过网络为他发声 在承受了主流音乐人毫无缘由的猛烈攻击后 不愿意沾染是非的刀狼最终在2010年之后 慢慢淡出了娱乐圈 如今刀狼带着自己的新专辑 山歌聊哉 强势回归 极具讽刺异味的歌词 是否具有针对性 也成了各大网友们讨论的热点 毫无疑问 罗刹海市的大伙 再次牵扯出了主流音乐与非主流音乐的争论 因为这首歌的讽刺意味实在太明显 不少网友顺藤摸瓜 纷纷跑到了当年那群主流小群体的评论区 平时发调抖音不过几万赞几千评论的那音 再次凭借刀狼迎来了流量高峰 160多万的评论 几乎都是在质问那音 而饥饿如愁的网友们 更是根据当年的发言顺序 制定了围观路线 一个都别想逃 更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了对刀狼支持的评论 这场自发性的讨伐战争正愈演愈烈 各大音乐平台一夜之间突然集体下架了刀狼的歌曲 很多人都猜测 是主流音乐人在背后抵制刀狼 然而资本下场对抗民意 只会让火燃烧得更旺 为了支持刀狼 不少歌迷自发泄在某音乐平台 逼不得已 平台方连夜发微博澄清事实 表明不存在下架一说 用户仍然可以正常收听 而此时 突然又有一位名人坐不住了 84岁的李双江突然发文 公开抨击刀狼的歌曲是文字垃圾 是文化瘟疫 他的言论一出 立刻掀起轩然大波 网友们纷纷站出来怒劈李双江 自己儿子都没教育好就别出来评价了 而罗刹海誓 李的一句词更像是此刻李双江的血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公好威名 难道这些歌词也戳到他老人家的废管子了 风向飘忽不定的时候 网络作家吴彭飞也跳了出来 痛批刀狼的歌是 狗是 讽刺刀狼腹中空空 是歌坛的小丑 令人震惊的是 竟然有几万的人点赞他的视频 而评论区李对他的观点也是褒贬不一 不过与这些抨击不同的是 有另一波群体对刀狼的星座表示了极大的肯定与赞赏 南大文学院教授苗怀明在接受采访时 说到刀狼界这篇 罗刹海誓 重新演绎 对不良的社会现象进行嘲讽 选取的角度非常巧妙 重新演绎也是有深度的 用流行歌曲演绎古代小说名著 非常成功 值得肯定 罗刹海誓是刀狼新专辑 山歌聊灾里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创作 是刀狼根据蒲松林的 聊斎致意 进行的改编 在聊斎致意中 罗刹海誓 这一篇章 以马迹游历为线索 描述了一个抑郁风情的海誓蜃楼和才子佳人的故事 故事里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便是那是一个美丑颠倒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人们以丑为美 以美为丑 为了更好的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马迹就只能通过伴丑来获得人们的喜爱 这一章的主题本就是愤世嫉俗 蒲松林借罪相指桑骂怀 揭示社会矛盾 面对网友提出的歌词具有针对性 苗怀明则表示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而如果对号入座的人多了 那么说明讽刺意味越大 而观看专辑 山歌聊灾 的专辑封面 人面瘦身 牛头马面等等奇幻元素 其实都是在向 聊斋致意的主题靠拢 把致意故事 通过明月小调表达出来 历史 音乐 文学的相互杂柔 最终呈现出了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歌曲集 本身就是一种对音乐的思考以及创新 所以归结为刀狼的复仇 似乎有些低估了这首歌的意义 截止至目前为止 罗刹海誓 这首歌在全球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00一次播放 这已经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了 隐退十年 再次出山 又是一次腥风血雨 想必如今这个场面 刀狼也并不想看到 所以在网络上铺天盖的都是对前程就是的各种解读时 刀狼像当年隐退时一样 保持沈默 不参与不拱火不趁机卖惨 刀狼的音乐可以称之为一种感觉 她的词直白 她的曲奔放 不同年龄段听了会有不同的感觉 而她所追求的也是极致的内心呈现 当年因为在音乐上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 两相恩爱的妻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刀狼 只给她留下了一封诀别信和尚在墙堡中的女儿 寻找妻子未果的刀狼 悲痛之下把他们之间的故事创作成了一首歌曲 冲动的惩罚 以此纪念这段受伤的感情 后来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刀狼跟随她一起定居了新疆 家人的陪伴以及更开阔的视野制约了曾经受伤的内心 刀狼创作出了《西海情歌》 这首歌让她在祖国的大西北火了起来 而真正意义上让她大火的 2002年的第一场雪 其实早在2002年就已经有了雏形 那年的刀狼和第二任妻子感情震浓 刀狼搞音乐 妻子便在背后默默支持她 然而某一天妻子突然收到消息 远在新疆的父亲生了重病 他必须马上赶回去照顾 原本想让刀狼留在内地专注音乐事业 没想到 刀狼直接放弃了音乐跟着他一块去了新疆 在到达新疆的那天晚上 刀狼就迎来了新疆的第一场大雪 心有感触的他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 后来经过两年时间的打磨 才最终发行 刀狼的音乐总是与人生经历相联系 在很多年后 刀狼曾经袒露过当时选择隐退的原因 就是因为招架不住 而自己也想要省电下来 写一点东西 所以罗刹海誓的爆火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刀狼的音乐从一而终 一直都在集中人的内心 既然艺术不分国界 那么音乐也不应分高低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用自己的喜好评判别人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 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评价 如今这副局面 好像是当年那群部分青红皂白的主流音乐人得到了智来的报应 高雅的音乐如果没人听 那还叫音乐吗 现在看来 当初话敢话的抨击 归根究底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极度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